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道哥 今天还是时间比较有限,尽量不莫及 iQoo11相较之前有哪些变化与提升 骁龙八战2领先主演的新代季性能铁三角表现几何 咱们快刀斩了马,简单撸一手 需要注意的是,显然又是工程级可能的不同之处 后面具体遇到时再进行说明 iQoo11属于是有点隔代遗传了 拿在手中很难说和前代有啥关系 反倒与iQoo9颇为接近 告别肉嘟嘟,重新找回了棱角 翻树直线,刚猛方正 赛道板在结合枪灰光泽,简约而硬气 比较令人欣慰的是,虽然电池增加300来到了5000毫安时 但仍旧保持住了前作的紧凑 整体大小重量,极无变化 屏幕玻璃盖板显然贴膜快乐机 没有任何一丝弧度,屏的纯粹 不过灵魂塑料指甲仍在,屏幕整体依然要突出一些 方方正正的主摄模组,尤其还是整块不离 相较大圈套小圈,圈上海的螺圈的大饼子形式 带来别样的秩序感 下面那个小窗户,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单纯的只是背面的光线感应器 可能出于颜值考量,做得隆重一些 当然并不绝对,兴许手间筒遭不透的另一半 还隐藏了其他的什么东西,暂且也未可知 金属云接质感不俗 单本刺确实做的多少有点长了 正常单手吃鸡也不免会碰到 横屏则基本始终会按在这个金属区域上 而倘若想加个背夹,就只能等待官方更新适配的版本了 当然有同学可能会说你懂个屁 所以我本来就是散热的,不要着急,后面再研究 眼睛AZ玻璃背板没啥可说的 就是近一年比较流行的,纹理有点粗的那种 这里可能拍不太出来,实际是泛着珠光的,比较精致 好了,不知道朋友们觉着iQoo11本次的设计如何 针对介于常规旗舰与游戏手机之间的设定 你又愿意给它打多少分呢 周深吉他标准版依然还是常规的评下指纹 实测反应0米,识别迅速,指示位置依然有点靠下 操控方面还是支持两段映射的屏幕双圈压感 外带体感映射的组合 两者目前仍为二选一,不可同时开启 事实上相较之前,好像没啥变化,不多至于说 助攻为一条,同样是常见的灵敏度,跟手度 准确度三个滑杆,每杆五档 不过,陀罗仪的灵敏度是100%到200%的无级调节 双A轴振动仍在,游戏中4D震感设置王者为力 比之前略丰富一些 不过,大部分应用场景ES提示方向的指向性辅助为主 底部震动更强,和之前大体保持一致 实际震感同样区别不大,朋友们简单感受下 外方效果,800Hz音频,听懂喇叭大致89分贝左右 底部为98,不过,立体声效果还是比较局中的 另外应该是德语软件层面烧,进一步的调优 整体听起来可能比之前略好一丢 但仍属于目前常规期间范畴 参考X90我们听看 试试你能听出两者的区别吗 影响部分除了新一代VR芯片有两颗摄像头改了改,超广角变为800像素的豪威OV08D 人像由MS663变为1300万像素的三星326,其他与前座保持一致 实际效果时间关系就不展开了,后续如果有机会再看 本次最大升级点之一,屏幕部分 使用16集材的6.78英寸三星AMOLED最高144Hz刷新 分辨率3200×1440,直接来到了2K 纸面参数非常美丽 目前我手中的这台尤其高亮度相对倾向冷白 如果朋友们到手想要暖白一点的话 默认模式下可以把色温由初始为止向右拉5mm也就差不多了 同时也几乎不会降低色准,这块屏幕肉眼观感没有显著问题 2K分辨率清晰锐利且未见彩虹纹 不过转换视角色温会留有些圆冷近暖 大视角下和之前京东方变暖发黄的情况正好相反 会一定程度变冷泛滥,但是以上对正常使用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iQ11同样也加入了系统内自动HDR的效果 播放本地或者兼容性相对更好的海外平台 HDR内容时不会全屏跟着一起嗨 UI保持SDR显示,目前这项功能对视频类支持度较高 静态照片有待后续更新 调光闭闭最高支持1440Hz高频调光 数值理论上已然足够护眼 只是由于超过手头设备两层就没办法闪开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开发者模式中 依然保留了低亮度降低频闪的开关 简单了解 暗光灰阶仍旧比正常颜色要浅一些 不过盛载确实非常均匀 最低亮度纯白画面肉眼会微微有一点泛红 亮度方面手动平均在亮度直接干爆600达到636.6尼特 强光激发毕竟1200为1182.4尼特 局部1665尼特 可以说属实非常的亮 截至目前我们看过的机型当中 手动亮度恐怕唯有索尼能与之一战 而如果论全屏激发 连带iPhone14 Pro在内也无处起优 甚为极尽 不过当然 单论局部激发亮度 相较苹果变态的2200尼特还是有距离的 显然效果就比较好理解了 还记得X90吧 毕竟师储同门 两者准头基本是完全一致的 也都是妥妥的第一梯队 没什么问题 触控才让系统UI下为120Hz 游戏中因工程版缘故没有抓到 但合理推测应该同样是300Hz 更绕度实测 游戏模式下为一件明显问题 符合游戏手机水准 小龙8.2台转奖技术参数 看起来颠过来盗取海四这套东西 无非就是多了个大盒 少了个小盒的区别 1加3加4改成了1加4加3 性能提升最大的毫无疑问GPU 但是除了跑分 实际能用起来多少 还有待观察 跑分需要说明的是 部分软件不见得已经百分百兼容了 这套新的硬件 加之工程版固件又难免落后一些 所以你懂的 简单看看就好 WRW的奔志马克压满状态 相较RG的8PLUS振一 CPU性能大致提升了20% 效能17% GPU性能提升14% 效能提升为20% 虽然GPU部分看着好像是有点没太兼容 不过总体性能提升还是比较大的 盖过天机9200 只是如果你想拿到这个提升 所需要付出的功耗 变化其实也没有想象中多 CPU起码还得10万 而GPU至少也要5.2瓦 GIG BANCH5单核小幅提升 多核更显著一些 天机9200光荣的 又落到了832与8PLUS振一之间 安兔兔基本同样如此 3DMark只能说特别的猛 GFS BANCH同样一马当鲜 毕竟跑的都是提升最大的GPU 算是符合预期 CPDT单线程免缓存顺序读写 明显更强的点在于 不管是写入还是读取 UFI 4.0都能获得不错的表现 而在此之前 两头一起猛的情况其实不多 不过当然这个条件之下 随机读写我觉得还是差不多的 满写RPDT5X 相较RG的7200版本要更快一些 相较RPDT5提升最少在10%以上 2210分钟压缩测试 也自绝了 比较出人意料 总体大幅领先上个代际 实际压缩同样如此 同等条件下耗时爆降了35% 还是相当可观的 考骑测试3DMark看起来 似乎本次并没有来得及加入白名单 性能释放相对更贴近常规旗舰 不过该说不说这个GPU确实是猛 上个代际如果想拿到平均15.4帧的帧率 整机至少要怼到7.5到8瓦之间 而IQ11的骁龙8.2仅仅只用了不到6瓦 周身温度相对也就要低得多 来到CPUGPU极限压力双烤 也不知道是处罚了什么机制 可能是欲强则强的原理 突然就暴躁了起来 平均功耗直接干到了9.2瓦 性能释放极具纯游戏手机的神采 比较有趣的是 即使到了这个地步 周身温度竟然并不算高 尤其金属机身 正面最热点47.3摄氏度 背面最热点48的前提下 机身至少额外低了2度 不出意外定然是做了某种隔热处理 以优化横屏游戏的握持体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主色模组的金属件 也许是考虑到了横屏下 难免会用来放手紫头的情况 主要是装饰用途 并不会太起到什么散热的作用 游戏首先还是王者荣耀 清晰度不只是工程版的缘故 还是改成了动态调整 目前振率优先模式相较之前 分辨率看起来并没有变化 不论截图意或肉眼都是同样的清晰 不过补真模式和X90就比较类似了 虽然截图看不出 但肉眼会有一点点轻微的模糊 120帧超高画质下半小时 平均振率119.6帧 平均功耗大致3.2瓦 周身最热点平均温度34.42度 在这个压力相对没那么大的场景中 整体情况与巴布拉的振一 平均表现实为接近 不过如果参考同样为2K屏幕的 iQ10 Pro当初的历史数据还是获得了一定提升的 温度显著更低 功耗也下降了0.3瓦左右 乍根处理器调度情况 8G2的确就是1加4加3这么用的 715和7104放在一起的 另外王者压力可能确实太小了 不同于之前 这里的X3超大核 平均规范化使用率仅有不到2% 基本就没有使用 来到刚开放不久的120帧 HDR极限画质 明显我这版的补真模式 以及帧率优先模式 多少次有点固件问题了 等到零售版更新后 重新再看 这里一集后面只围绕 Monster性能模式来展开 压力增加之后 帧率情况没有变化 依然是画了根纸线 平均功耗4瓦 25摄像度调渐下 周身最热点温度平均37摄像度 依然基本维持在了体温范畴 原神渲染分别率720P 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有任何隐性降低的情形 不过不帧模式一如前文 肉眼观感会略微 模糊一点点 半小时60里月最高画质 基本就是平汤了 平均59.4帧宛如直线 中间那根小活口是游戏的bug 跟手机没啥关系 只是上个代季会出现在20分钟后 到了8帧2则跑到中间了 忽略即可 温度功耗情况怎么理解呢 与天机类似 就是同等功耗的8PLUS1 到不了这个流伤程度 而如果到了这个程度 功耗也就不可能只有5.8瓦了 除非加倍价 否则至少也是奔着6.3瓦去了 周身温度也要更高一些 可能具象化一点 就是iQOO11在这里 已经比较接近于 当初红膜7S开启内扇最高档位 在6.5瓦下的表现 周身最热点 平均41.88的温度 与小红当时的42也基本持平 调度方面看起来似乎比较直接 8.2的超大盒 以及A510小盒 与8PLUS振一使用情况基本相同 唯一明显区别 之前平均每颗大盒 要扛40%多的使用率 现在是30% 增加的大盒 恰好重新平摊了一下压力 只是虽然性能更强 总体的使用率也在下降 但似乎仍要付出相近的功耗 才能拿到这部分 相当于反正是跑得更快了 而油耗还是差不多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目前的疾风被夹Pro 在iQOO11身上夹不了太中间 但降温效果仍就是比较显著的 本场景中下降16% 周身平均温度可以压到35.3摄氏度 再有就是 这把iQOO的补帧模式是以48帧为单位 目前6帧开启补帧 会补到96帧而非120 后续固件升级 据说V2自研芯片加持下 原神最高将能达到144帧的三倍补帧效果 至于压力更大的虚迷 参考数据仍旧不足 毕竟8PLUS帧一级显入手里 也就是Mate50系列参考价值不高 后续攒多了 再来展开 反正目前iQOO11的8帧2 可以跑到56到57帧上下 平均功耗需6.3瓦左右 降较天机9200或者8PLUS帧1流畅一些 同时也没有出现所帧 最后可以开箱了 包装仍旧带了这么个气氛组小卡片 也依然有TPU透明软套 1米5充电线属于是又藏又猛 好像目前手机里也就属iQOO的这根最到位了 120瓦充电头没啥变化 需要方面 台上讲虽然本次升级到了5000毫安时电池 但就实际使用情况来看 尤其2K驾驶下 4V和8PLUS帧1的5000区别并不明显 当然也有可能是工程版的缘故 120瓦快充 凤制功率104.7瓦 平均51.6瓦 1%电量起充 10分钟充置60% 20分钟93% 充置100%耗时24分钟 好了 总体看起来iQOO 11的提升之处 主要是围绕屏幕和性能展开 全屏亮度达到iPhone14 Pro级的 2K144高刷屏 自无需多延 现在即性能铁三角 驾驶下 承袭双驱压杆 双ISO震动 双新协同 也依旧契合常规旗舰 又有些偏游戏的定位 至于在这波8G2当中 能杀到什么位置 就有待后续升级到正式版固件 以及多看几款之后才能评估了 怎么样 不知道大家觉得iQOO 11的8G2收益情况 符合你的预期吗 欢迎评论留言 参与互动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是大手哥 我们下期见